HELLO 我是DX 相信大家有持續玩明朝的已經都開始 瘋狂的滅族抓生骸 就想要有個完美的生骸詞 也有人是為了追求色違的生骸 這遊戲確實有好幾隻色違的怪 同時有些還是在固定位置上產生的 那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 千萬不要去強化色違的生骸 色違是可以直接套用到其他已抓生骸的造型上的 不要直接強化色違生骸的本體 因為它的數值不管你是抓到金色藍色能力值都是綠色階級的 正常綠色階級是無法強化到加25的 但色違的因為是顯示金色階級 所以是能夠強化到加25的 你強化下去就會獲得一個綠色階級加25的生骸 請各位千萬要注意不要去強化色違本體 我一開始也沒有注意到 感謝Discord中的受害者 這邊就附上他色違加25的共鳴效率盤石首位 以此警惕 不知道郵件會不會又有紅點呢? 還是官方把這個視為預設呢? 色違了一律都是綠色階級能力 卻可以加25並顯示為金色階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